这是1945年 柏林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的即时影像 镜头中包括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内的盟军人员 正在参观战后的德国国会大厦等建筑 此时的德国首都柏林已完全被苏军占领 而即将举行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也将要在此城举行 实际上德国的第一份投降书已于5月7号在法国兰斯签署 但当时在场的苏联代表并没有获得莫斯科的亲自授权 同时获悉消息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不满在兰斯举办的投降仪式 他认为苏联红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 并担负着攻打柏林的重大任务 而且投降仪式不应该在曾遭受德国侵略的解放领土上举行 而应该选在德国发动侵略的政权所在地柏林 后经过商讨 决定在柏林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并由苏联代表主持 现在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泰德等代表抵达柏林 苏联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索克洛夫斯基等人迎接和陪同检阅仪仗队 在机场苏联军队还举行了胜利阅兵式 在刚结束不久的柏林战役中 苏军歼灭了德军48万人 但也付出了30余万人的伤亡代价 现在盟军人员抵达位于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一所军官学校餐厅 柏林战役时此地曾是苏军的移处司令部 而现在成为了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之地 镜头中 率军攻克柏林的苏联元帅朱可夫传唤纳粹德国军官到会场 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泰德坐骑旁边 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一行抵达 其用员率仗向盟军代表致敬 但无人回应 同行的德国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 也参与了第一次在兰斯的投降仪式 影像拍摄两周后 其在被捕当天吞毒自尽 此次参与投降签字的纳粹德国代表 除了统帅部首脑的凯特和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 还有德国空军大将施通普夫 与施通普夫的呆滞状态不同 凯特尔对自己没有得到礼遇感到愤怒 不时敲击桌面 据法国代表隋元勒内帮度回忆 凯特尔坚持坐着回答战利中朱可夫的问题 想展现他曾有的傲慢 但他不得不听从指示 换位到其认为会令自己耻辱的法国代表旁边 进行投降签字 签署的投降书包括九份副本 全部以俄德英三种不同的文字打印 与七号在法国兰斯签署的投降书变化不大 其中删除了只有英文文本 才具有权威性的表述 指出投降书以俄文英文和德文起草 但以俄文和英文为准 此外增加了完全解除武装 并将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农军的要求 莫斯科时间九号零点四十三分 全部文件签署完毕 凯特尔要求投降书的执行时间 宽限二十四小时被驳回 其一行离开后 朱可夫与盟国代表握手护和 并举行宴会直到早上七点